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在遭潮,长相普通。 同况被美女助理颜值碾压后,直接黑脸。 2月12日,是《家有儿女》开播17周年,有多少人的童年是这部剧, 许多的精彩剧情至今依旧清晰地印在大家的脑海里, 而当初剧中的小朋友们,都成长为能在圈内独当一面的演员了。 虽然小雨的扮演者由浩然很少出镜,但是也依旧活跃在圈内。 而张艺山、杨子这对欢喜冤家姐弟,更是成为圈内演技派的实力演员。 2月10日,杨子也晒了自己的素颜照,祝大家上班愉快。 只见照片中的杨子戴着眼镜,歪着头拍下了照片, 许多粉丝都被杨子的一头卷发吸引,纷纷表示好看并求同款卷发。 而杨子也大方跟粉丝分享了造型,称因为之前编了小辫子, 拆开后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但对于杨子的颜值在圈内一直都是褒贬不一。 近日,还有网友晒出了杨子的路透图,称杨子被自己的助理颜值碾压了, 还称杨子对此也十分不开心,直接黑脸。 虽然杨子穿得很时尚,但架不住一旁的短发助理颜值过于出众,笑容也甜, 声称,这次杨子颜值被比下去了。 在看到这组路透照后,不少网友都觉得杨子本身颜值就很普通, 一直都没有觉得她很漂亮,确实是被身旁的短发美女颜值给秒杀了。 但对于这种说法,不少喜欢杨子的网友和粉丝纷纷表示不赞同, 称杨子是演员不是明星,一直也不是靠颜值吃饭的,而是靠演技。 这样的她能够更多地塑造各种角色,而不是千篇一律的角色, 反而在演员这条路上能够走得更长久。 而就在更多喜欢杨子的粉丝看到这张路透之后, 纷纷谴责爆料的网友,称是在看图说话。 明明杨子身旁的短发美女,根本就不是所谓什么杨子助理, 而同样是名演员,还是和杨子在剧中搭戏演好闺蜜的演员。 粉丝称这是杨子拍了很久,但一直未播出的新剧《余生》的路透图。 对此,粉丝就觉得很搞笑,称杨子被颜值碾压这个说法很夸张, 因为她本人在圈内也不是靠颜值站住脚的, 而是这么多年靠着演技一步一步走出来。 即使当年因为颜值一度不被看好, 甚至青春期还因此接不到戏, 被合作过的前辈子长相过于普通, 但杨子一直没放弃演员这条路, 一直都在努力磨练演技。 演出一个又一个荧幕经典角色, 胡香香、白夭夭、邱盈盈、紧密、 童年等许多让观众记忆犹新的角色。 如今的杨子终于成为实力演技派, 却依旧还要被嘲笑颜值。 这一点真的有些想不通, 有演技的演员, 颜值真的很重要吗? 为此,喜欢杨子的粉丝和网游也为杨子鸣不平, 觉得杨子根本不是靠颜值火出圈的, 为什么颜值一直被诟病? 是因为除了颜值, 已经没有别的操点了吗? 就揪着这点一直不放, 反复地用长相来嘲笑她。 虽然杨子在圈内众多美女中不是最漂亮的, 但是却十分喜欢她, 有才华演技好, 性格好, 更何况有没有观众缘不是全靠颜值, 更多的是看演员品行和演技, 有没有观众缘, 这些杨子都不缺。 或许杨子在圈内不是最漂亮的, 但是她性格很好, 和她大戏的演员都夸她, 且杨子很会照顾他人感受, 演技也是都很在线, 这些说起来, 应该比颜值更重要吧? 是不是大家也应该跳出颜值这个圈, 来看看杨子了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